诸佛圣华贤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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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佛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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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 诸佛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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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思想关系特别密切 很多内容都是来自于一些维持的论点中 因为我原来就是学习这个法相维持 一直都在讲这些论点 所以看这个道次记特别熟悉 这个四门就是少顾根门正知而平 衣食之量留一家 这是四门 第一门就是少顾根门 为一根尘生六十语 在一时所了结之业意六尽 结及不业意六尽生贪嗔食 当好至凡护 莫令生食 第一要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少顾好我们的根根门 六根的门头 少顾好我们的六根的门头 六根就是我们接招外部信息的六个窗口 看看我们的所有男主的窗口 眼睛就是人意 眼睛是一个最重要的窗口 这个眼睛的窗口呢 是介绍的是色 原色 然后其实是耳朵这个窗口 介绍的是声音的气息 鼻子 鼻子 鼻根 鼻根 介绍的是香 味 香气息 还有舌头这个窗口呢 又关注我们介绍味道的 身体 身体 眼耳鼻的声 身体呢 介绍的是 鼻 鼻 鼻 就是感觉 感觉这样的一种气息 然后还是成功最广大的 就是意 眼耳鼻舌身体 然后他所面对的这个境界啊 就是色 身 香 味 触 鼻 鼻 鼻 所面 这个所言的是 鼻 鼻 鼻 这个在佛教里面这个鼻的这个 这个内寒啊 很丰富啊 法人的内寒 一切的一切 都可以成为法 我们所能够看到的 听到的 所能够说出来的 还是说不出来的 在佛教里面啊 都可以成为法 所以 所以 所以音乐 他所言的境界呢 就是最广泛的 相比之下 前面的五根啊 他都有他的 特定的对象 那么五根的对象的 意思啊 都是可以连 他都有连连 所以就是六根 我们也先啊 六根 对着六成 当六根 对着六成的时候啊 就会升起六十 当然这种说 六根对六成 升六十啊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说 这是一种 简单的说法 如果复杂的说法 按维持的说法 哪一个时的升起啊 它不只是有根成 根成只是其中的 重要的两个条件 比如 我一直讲 眼神的场面 要有九个条件 在眼神九延伸 比如说像 观线 眼神的看世界 要有观线 要有距离 就是要有空间啊 等等 一共有九个条件 耳朵呢 耳朵呢 要有八个条件 它才能 产生作用 才能产生作用 才能身体啊 那么这里呢 主要是简单的 说就是 根成啊 根和成 这个六根 这个六根 面对六成的时候 就能生起六种识 就能生起六种识 这个六识呢 就是眼识 耳识 鼻识 生识 一识 有六种识 那这个六种识呢 前面呢 五种识啊 它的作用啊 都是 比较简单 所以它就有限量的作用 那第六意识啊 就是神从寡下 我们眼睛啊 这个 这个耳识啊 它能够发挥 比较大的作用呢 它都要需要在 这个意识的 这个幅度 幅度之下 才能发挥它的 更大的作用 那么当我们六根 炎六识的时候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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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炎成 升起六识 嗯 那么那个识呢 升起了之后啊 升起的过程中啊 因为我们所缘的这个境界 我们所缘的这个境界啊 这个六层的境界啊 它有分为 就是我们喜欢的 和不喜欢的 我们喜欢的和不喜欢的 你眼睛看的颜色 你眼睛看的颜色 有你喜欢看的颜色 和不喜欢看的颜色 你耳朵听的声音呢 有你喜欢听的声音 和不喜欢听的声音 那你鼻子闻到的味道啊 那你鼻子闻到的味道啊 也有你喜欢闻的 和不喜欢闻的 那你每天吃饭啊 还有你喜欢吃的 和不喜欢吃的 所以六根源 这个六识的过程中啊 这个境界里面啊 它有分为 乐意和不乐意的 六种境界 是不是啊 啊 就是 这个境界啊 有这样的 两类不同 那么因为 这个两类不同的境界啊 我们在 这个内心中啊 所长的反应也不一样 我们对于我们所喜欢的 也就是乐意的境界 就会生起 贪着的心 你喜欢看到的颜色 你 喜欢听到的声音 你喜欢闻的味道 你都能够生起啊 很自然的 不能生起贪着之心 那反过来的时候 我们对于我们 不喜欢看的颜色 不喜欢听的声音啊 我们就会生起 嗔恨的心 厌恶的心 厌恶的心 讨厌的心 这是我们平常 作为我们凡夫啊 的一种 习惯 是我们凡夫的一种习惯 那么我们现在 少数根本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当我们这个六根 就是当我们这个六根 面对六成的时候啊 就是要保持一种智慧的光照 就是要保持一种正知和正念啊 不要让这个贪心和称恨心啊 这样的一种反好身体 少路根本啊 事实上要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保持一种智慧的绝照 那通常就是说这个 这个合照里面啊 少路这个根本啊 其实一般是有两种方式 一种呢 就是说对于一个初修行的人来说啊 他是采取你的态度 比如说我们到生三老林里面去修行 你不要去接触那些不如法的境界 因为你没有相应的定义啊 当你接触不如法的境界的时候 你呢 法持不住自己啊 所以呢 你可以采取眼眉的方式 那么这样呢 就会 这样就会使你的内心啊 永远都能保持一种清静啊 这是一种方式 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呢 就是 就是 当我们面对这种贪嗔 就是面对这种 业役不业役的境界的时候啊 我们要保持一种智慧的关照 当我们如果能够保持一种正念 保持一种智慧的关照啊 我们的心就不会陷入到贪听和曾经里边去的 而是在智慧的关照下 去去面对它 那幻多来说 如果最后如果没有智慧的关照啊 你看到喜欢了 你就很自然的就 看到这个圣境啊 你很自然的就才挺贪心 看到逆境啊 你就很自然就生气 所以这个就是叫 要少后根本 少后根本主要就是不让这个 不让这个贪心和惨 参昔学 那接下来讲呢 第二个就是 正知而行 如入行问题 身心于词时 定速度观察 专务于词等 记录正知下 此位 身等于比比式转时 其正所了之 硬做不硬做 来请 入行论 这个入行论 这个入行论已经说了 这个入行论 有一个记忍说 身心 于词时 定速度观察 身心 就是指我们的深考一三页 每天啊 我们的深考一三页的活动 我们每天啊 都有起起多多的 起心重念 我们每天都在起心重念啊 都在打腕响啊 我们每天也会说很多话 我们每天呢 也会做很多事 我们每天也会做很多事 但是我们很少去注意啊 我们自身呢 关照我们的心 关照自己的行为 我们很少去 用智慧去关照自己的心 关照自己的行为 我们可能都会随着自己所动的这个念头 所闯的那个索言进口 比如说我想起一件什么事情 我就会随着这件事情啊 不断地去想 或者我想起 想起 我要上街去 我马上就把街上跑来 我们没有去反观自己的念头 我们很少去反观自己的念头 我们很少去注意 我这个行为 我这个念头到底如法不如法 这件事情我应该去做 我这个念头是不是正面 我这个行为是不是正行 我们很少去做这样的一种反观啊 观照吧 观照 那么现在正式而行呢 就是要关注我们活的 就是要告诫我们要 非常这样的一种观照 就是身心依实实 定处处观照 要经常观照自己的 用智慧来观照自己的 每一个起因重念 用智慧来观照自己的 每一个行为 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然后呢 进一步 就是什么是应该想的 什么是不应该想的 什么是应该做的 什么是不应该做的 所以庄悟于持者即复正之下 如果能够持持者都能够关照自己的 每一个起因度念啊 自己当我们每一个念头升起的时候 我们都能够保有一种正之啊 都能够保有一种正之啊 那么这就是就是不正之下 当我们一般的人呢 当我们念头升起的时候啊 我们总是缺乏之 就是缺乏正之 因为我们缺乏正之 因为我们缺乏这种之啊 当我们每一个念头升起的时候 或者我们每一个情绪升起的时候啊 一下子就掉到这个情绪里面去了 如果我们能够经常去培养这样一种正之 就是每一个念头升起的时候 我们都能够保有一种正之啊 那 那这个情绪 这个想法对我们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小 将会影响越来越小 这个在修行里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修行观 此为身等比比事转实 其一正所了之 应做不应做而行 那么这个正之而行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当我们的深考义啊 在做每一件事情 每一个解心动面 每一个动作要做的时候 我们一方面我们要保有正之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就要知道 什么事应该做 什么事不应该做 那么应该做的事情呢 就是做 不应该做的事情啊 就不要做 所以就叫正之而行 学下来 下来是第三点 一时之量 就是讲吃饭 就是吃饭 应该怎么吃饭 改正过多过少 为量和食之篡体 总以不爱修丧为度 又求以食爱着之过患 以无懒心 即为劳意时 并念身中之虫 并念身中之虫 建议此物身上 以未来身一得以法尔 法射 法射 法射之 并念会做一切有形 以而受此之 什么事不应该吃饭 吃饭里面也把我还在修 一时之量 就是要吃饭 要知道这个量 量的多少 改正过多过少 为量和食之篡体 吃饭不能吃得过多 吃得过多啊 吃得过多有什么毛病啊 活成一分成 肚子不舒服 吃多的不舒服 各位胃病的人 吃得更不能多吃哦 但是人啊 你要遇到好吃的东西啊 有的时候就控制不住自己 多吃了 那这是什么症状 这是什么原因啊 胖 胖 胖心 吃多了 吃多了会影响修行 身体不舒服 那吃得太少呢 也不行 太少啊 没有力气 你打坐啊 或者你要做事情要学习啊 营养不良 也是不行啊 所以 过多过少啊 为量而食之篡体 篡体就是这种习惯 有的人他有多吃的习惯 有的人他少吃的习惯 这不是一次两次的问题 一次两次啊 对修行的影响不是很大 但是如果是一种创息啊 那他对修行的影响就大了 创息就是一种习惯 每次都吃多 所以整天都搞了 本身不舒服 或者呢 经常都少吃 吃一点点 结果造成影响不良 面环低哨 所以是创息啊 这两个字很重要啊 创息就是一个习惯 习惯就有力量 一次没有力量 但就像我们造一种业 你只是造一次 这个业的力量就是很大 你经常造 经常造 经常造 厉害就是厉害的 经常做 所以总以无害 无碍 修丧维度 那什么样子才是最合格的呢 就是 一方面感觉舒服 不影响日常的修行 不影响健康 这就是特殊的 没有其他特别的标准 或者一定要吃三碗饭 一定要吃两碗饭 我们的每一个人还不一样 有的人可能就吃得多 有的人本身就吃得少 又修一时 爱卓之过半 比无碍君 极为老也实责 那么另外呢 要修啊 就是对食 的摊索啊 所产生的过半 这个过半很多啊 就是我们摊索这个美食啊 摊索这个美食是很麻烦的事情 摊索美食呢 那首先你要有 要有资本啊 你要有的人喜欢吃餐馆 那吃餐馆你要有钱啊 你要有经济作为支撑 那你要赚钱 你就要费很多的功夫啊 去赚钱 那修化的过半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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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人过半 其实呢 再好吃的东西啊 就吃进去啊 吃进去啊 吃进去就是什么了 啊 啊 就是 就是在那个嘴巴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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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 哎 没有吃进去的还好看 你在嘴巴里面搅了 到底再吐出来 啊 那还好的 那下面出来的 哈哈 那你更糟糕了 是不是啊 所以有什么好贪夺的 哎 你看这个在家人啊 喜欢吃那些动物 猪啊 什么肉啊 那些动物是什么东西啊 食 食 对啊 他吃的就是食体嘛 哎 你看这个罐头 那个分析砍的话 有了有了慢慢的 开关 就是那个罐头 那个肉 罐头肉嘛 一个打开 换了一把刀 一把一把 开那个罐头的刀 上面写的两个是开关 打开关拍吧 是不是啊 吃的就是食体嘛 这个 所以呢 这种勘夺的心啊 他就是一种 怀恼 是一种妄想 是一种怀恼 以无懒心 即为劳力食者 那食的时候呢 不要为了勘夺这个美味而食 因为我们勘夺美味而食啊 他就在 他就在培养我们的勘夺之心 这个贪作之心 它是一种积累啊 每一个人的嗜好 它都是一种积累 有的人贪吃 有的人贪喝喝酒 哎 每天就喝酒喝的 分天黑地 有的人贪这个衣服 穿这个衣服 这个女孩子人家多了 每天就是想尽办法的 就是买 买好的衣服啊 就是贪 贪酒就是一种 一种嗜好 你有了这种嗜好之后啊 真是受害的不行 人 你要没有嗜好 你要什么嗜好 叫什么呢 古人讲的叫什么呢 随地而安 是不是 你有什么我就吃什么 有饭吃饭 有豆吃豆 吃饭 人的意外啊 你要没有嗜好啊 其实人 人是最需要的 它是很简单的 吃饭吃饭就是吃个饱嘛 是不是啊 你肚子饿的时候 什么都好吃 所以我说好吃呢 三个条件 你心情好 心情好 肚子热 然后呢 换菜呢 就是可以吃了 换菜了 就是可以吃就行了 三个条件 不是关系 在吃的这方面讲究 吃了再好你心情不好 能好吃吗 你心情不好 最好吃的你吃的能开心吗 你肚子不饿 人家给你搞了很多很多很多吃的东西啊 你能吃的开心吗 就经常如果我们被人家请去吃饭啊 他给你搞了一桌子东西 每次吃到不然要打瞌睡 所以吃好了三样条件 心情好 肚子热 可以吃的换菜 所以这个生活的东西啊 定量要简单 简单就容易快乐 越是复杂 越不容易快乐 这具有什么道理呢 你看一个人啊 他在很清雄的时候 你们想一想看 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经历 你在家里生活条件很差的时候 就是说你小的时候很没有钱的时候 你随便能够得到一件什么东西 你都会很开心啊 但你的生活已经很好了 你得到什么你都不容易开心 也不是不容易开心 那就是开心 因为这种程度很小 但你什么时候没有的时候 你很过去的得到什么啊 那个时候最容易开心 所以这个是什么道理呢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道理吗 开心的程度 是体决于你内心的希求 你的希求 希求程度啊 跟得到了之后 所形成的开心 它是成有正义的 比如你有十分的希求 当你得到的时候 你就会有十分的开心 如果你只有五分的希求 你得到的时候 你只有五分开心 所以要这个少议之足 以无懒心 即为劳力食者 并念生中诸虫 现以食物生道 要有这个没有懒的心啊 在吃饭的时候 要有什么样的发生 要有没有懒的心 就是不要有贪图的心啊 同时呢 你吃饭不是为自己吃 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 是为利益一切众生而吃饭 并念生中诸虫 现以食物生道 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啊 也很多呢 还有很多这个龙母友情啊 在等着吃的 就是我们的身上有很多虫 这个佛经里面早就说了 我们的身上啊 不知道有几万种啊 还是几百万种啊 这个虫啊 那我们人就是一个虫技哦 那我们在吃呢 我们不要想着 我们现在吃自己吃 我们想着 我要利益这些重神 所以我才吃的 所以当你这样吃的时候 你就是在修行啊 所以并念生之诸 自从现以食物生道 我现在 我现在让他们吃 我现在帮他们吃饭 我不只现在帮他们吃饭 我要加吗 还要用佛法 去教化他们 所以以未来是 义得以法 吃而化主 现在给他们吃饭 给他们结下缘 他们会生在我们的身中啊 都应该我们是有缘的 那我们不只要现在帮助他 未来还要帮助他 又念围着一切友情 亦定造此 得造此之 另外还要讲这个 就是要 要利益一切重神啊 所以我才吃饭呢 所以我们吃饭的时候 我们每天要 持存五光啊 叫五光 持存五光 这个五光是什么 你们知道吧 第一是 既攻多少 量底来处 第二 存己得行 全缺硬共 三 三 黄心离过 摊得回忠 四 正少良药 未了神乎 未成道业 尽少此 四 这个五条啊 很重要啊 你看基本上把这里 这里所说的内容根本 基本上没有没有 跳出我们这个五光的饭槽啊 第一 这个是 第一什么 既攻多少 你要想这个我们每次吃一口饭啊 有多少呢 付出多少清醒的劳动 我们今天才能吃上这一口饭 你不要以为清醒 很清理的就吃了 人家就花了多少功夫了 我们在这里不根不直的 坐在这里 所以这个时候呢 当我们就这样想的时候呢 就要生起感恩心啊 吃饭的时候要生起感恩心 你们在研究所学的 所以整个残路要 残路的师傅们 他们要 为这个维护这个残路 上到方丈 客残 方丈做好好事情 所以要有感恩心 所以第二 全体该行 全体应用 想一想 我有什么资格 我有什么道德 介绍人家 在供养 一来生嫂 放在粘草 想想我有多少 我有多少德行 如果我没有德行的话 我这样介绍人家的供养 那我是不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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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 那如果我没有德行的话 我现在如果不积累福报 我能不能长期的 想到这样一种福报 想到这样的环境 这个我们不要思考 因为我们只有这样思考之后 我们才会吸福 还会不断去培养福 当我们不断地吸福 不断去培养福的话 我们才有可能长时间在这里学习 修行 或者我们没有感恩经 没有常怠经 我们把我们的 一点点福报很快就想到了 想到你在这里住了就不安心了 然后就东跟西逃了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 这个可不是 这个不是特别说错 所以这个是第二条 第三条 滑心离过 贪等为中 在吃饭的时候要看好自己的心 在吃饭的时候要看好自己的心 看好自己的心怎么样呢 不要让它进入贪和撑的状态 因为饮食嘛 有好啊不好啊 这个好吃 贪过 拼命吃 吃了给它站了站不起来 哎呀 这个真难吃 这个些人这个菜啊 真难吃啊 老吃这个菜啊 人很容易进入各样一些不健康的情绪里面 所以要缓止 要用智慧观照 要缓止 要缓止自己的这些贪嗔之心啊 就像缓贼一样 第四 就是正是良药 为了停物 吃饭不是为了回 不是为了炭 不是为了长得好炭 不是要当时吃药啊 我们这个身体有病 饥渴也是一种病啊 在建议里面把我们的病啊 参为两种 一种叫做故病 就是老毛病 无始以来的老毛病 就是饥渴的毛病啊 饥渴也是一种病啊 那我们要吃饭呢 就是为了治病啊 因为不吃呢 不吃就肚子饿了 饿就什么都干不起来嘛 也不能修行嘛 我们是为了治病而吃饭 而不是为了长得炭啊 长得好炭啊 长得好炭啊 所以就是第四点 第五点 为成道业 敬烧此处 吃饭就是为了修行 为了立一切重灾 为了成就活到 所以吃饭 如果当我们做这样的八经 我们每天真正的做这样的八经 吃饭啊 不要说吃饭 吃盘经都没问题 你都能消化得了 十三 你有这样一种八经啊 来学佛法 那不管你是出家 还是在家一次 你都有资格来想到这里的饭 饭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八经 那在这里想到这个饭菜啊 那确实还是有点问题的 不管是出家也好 在家也好 你没有这种求解剖之心 没有这种靠谱心心 所以这个发心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每天在吃饭的时候要吃醇五关 这个五关还是帮助我们的 就是这样正面 就是这样正面 休息不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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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